我沒有錢 誰在敲門?誰在哪裏? 好走好走好走 好像沒有東西 走吧先走 鬧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斯你可以叫我Tom 終生物語系列恐怖故事體驗 感謝下載本地圖請安裝正學材質包遊玩 本地圖的行為差不多了 哦 裝裝成功你有沒聽到聲音 裝裝成功可以 你現在有一個按鈕 裝模樣的平衡局你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 排面 紅石燈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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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有紅石燈嗎 哦 這不是兩個紅石燈嗎 那個你進得去嗎你 哇 歡迎 哇 那塔莎 我是您的指導師我叫那塔莎 你可以叫我莎小姐 在這裡你可以感受到一場刺激的故事體驗 當然每張故事都將由您親身體會 感受故事體驗快感 故事內容純屬虛構 噗噗噗這個就不多了 這裡 呦來了原來就是你 他原來叫那塔莎 又見面了 聽住故事完成一系列的故事體驗 點擊 等會兒啊 地圖系列是為各種不同的故事展開恐怖故事展開 廢話不多說開始你的第一次旅行 制空的人是慾望嗎 控制的人 還是一個話不 控制 看不懂 對不起 對不起 來了 我 我不知道為何 我在辦公室裡失去意識 我的頭好痛 好像剛剛做的一個噩夢 到現在還記得有一股強烈的氣味圍繞著我 上班時間 就在我面前發呆 我剛剛講的你到底有沒有聽到 這次項目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不能搞啥 對不起老闆 畢竟休息不太好 老闆這次有什麼工作任務嗎 這次的任務比較棘手 這是上頭派遣下來的 這次任務就是去烏爾諾小鎮展開勘察 聽說那小鎮的人都失蹤了 順便看看能不能搞個大新聞出來 我知道了 注意安全 聽說那邊野獸挺多的 有事打電話給我 這個小鎮好遠 都離開地區了 王老說去過這小鎮的人 都出現了精神問題 這次任務是上頭派遣下來的嗎 說不定有上升的機會 老闆之前喜歡綠池嗎 我之前怎麼沒見過 也許師傅想多了 坐電梯去辦公室收拾東西 準備出發吧 歐馬長還挺帥 就這麼艱巨的一個任務 就交給我們 我們很明顯是怪物獵人 是傑諾特 請往別摔下去 電梯 呦這電梯還有呼叫 正在呼叫中 發走 我們來了 來了走 可以 去辦公室 來 收清的音樂放起來 拿上那個 暈了 啊 我好暈 我給我馬上要蹲倒了 說好收清音樂呢 這一天怪事百出啊 怎麼壞了吧 電梯壞了吧 空中迷惑 我靠 你說是不是這個電梯他們被燒了呀 燒焦了 大哥你好 可能是嗎 可能燈心壞 我跟你講我們家物業啊 我找去物業啊 就這樣 電梯壞都不修 我的車鑰匙去哪兒 問一下同事吧 這是我們同事啊 陰間 陰兵 你從地上來了 哎呦 怎麼了 你知道我的鑰匙去哪兒了嗎 哦 你真粗心 今天早上你把鑰匙放在我這兒了 難道你忘了嗎 話說你怎麼這麼著急要去哪兒 老闆派解的任務下來 我得開車出發 走邊的電梯是不是壞了 剛剛燈一直在閃爍 有時間叫人過來看看吧 哦 你真是開玩笑 咱們辦公室的左邊可沒有電梯 啊 變成一堵牆了 他電梯置換 也沒有問題 不是我們從這邊下來的 然後我們跟他對話完之後 電梯就在那邊了 你知道嗎 哦真的啊 他變了變換位置是什麼 鏡像啊 好像球影不太好 走吧走吧 這怎麼走 你拿鑰匙 拿了吧 哎呦這裡 哎呀謝謝 謝謝啊 太奇怪 哇這自動電梯了變成 木 這邊出個完結又神多了 哇他還再提醒一遍 哇這作者真好 這個效果打開 這個效果肯定打開了 我的記憶中蘑菇不斷 反复有人操控著我 靈靈的我走向未知 我似乎忘記了任何事情 我那腦海裡只出現了一段畫面 哦我們是開車來到這兒了吧 所有事件似乎都沒有 都讓我一步步踏入 當我再次醒來時 有 麥當勞 加油站 哦 卻發現自己在森林裡 發現想起公司派遣下來的任務 一轉眼就到這裡來了 可我卻怎麼一想起來 這幾個發動的時候 就像被操控的木 沒有任何思想 也慢慢按了下來 哇這個效果這是什麼鬼 為什麼突然會黑啊 過重古都 奇怪 車子打不著火了 故意是沒有了 在野外還是拿武器防身比較好 拿武器 這把樹枝之類的 哎呦什麼聲音 哦它有那個聲音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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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銅的叫 這是什麼 那車牌沒車牌號的 操 一邊來說後備槍 哎呦 別走 我嚇我一下 我靠 怎麼了 蝙蝠我 我走進蝙蝠洞了 我裂了 蜘蛛夾那點 你拿死的吧 我拿我拿 給我拿 哇面包 好多面包啊 有點虧 咱們就拿這裡的面包 來放三個 這個不要了 這個不拿了 咱們拿這個 這水坑 下邊沒有 哎 下游站怎麼沒人啊 有 那邊怎麼發 有點麻 哎 突然出來了 真是稀客 沒想到還有人到這 那種小人發生難解事之後 一伏就沒人來這了 哦不說我了 你來這有什麼事嗎 我吃烏爾諾小人看他在 我是一名記者 我沒想到 竟然還有記者在這裡 以前是很多 但 您告訴我 烏爾諾小人發生的那件事嗎 可以是可以 不過你也先幫我忙 我這裡停電太久了 導致很多機器無法運轉 我希望你可以幫我啟動一下發電機 因為我這裡太過偏遠 導致我們只能用 只能用 柴燃料發電機 不過辦公室內應該還剩一點燃料 記住兩台燃料發電機需要啟動才能開啟 燃料發電機一台 只燒一對 一對木頭 要去幫他燒 要去幫他啟動發電機 有燃料嗎 你拿著吧 拿木頭 拿木頭 這個麵包我拿一顆 再拿一個 你都拿我五個 再拿一個 OK好 蜘蛛網怎麼拿 蜘蛛網不用拿 錢也錢 我們主角看來是經常失憶啊 估計精神有二問題 所以這一切 誒這是燃料機 這燃料機嗎 一個木頭 燃料一個 然後再放這邊 這邊還有嗎 這邊 放反了啊 放反了 哦對 這是燃料 我以為 你看我這就是非常懂minecraft 所以我才會放反 你說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他太懂了 太懂了 我太懂了 你太懂了 然後呢 這個門能打開 人家這是裝飾 你給他打開幹嘛呢 啊 謝謝你 終於有電了 哦 你看這邊也燒起來了 我萬萬沒想到 居然這麼古老的地方 他居然 還能用 現在可以告訴我發生什麼事了嗎 差點忘了 告訴你自己經過 烏爾諾小神不肅 但因為各種 喜歡木耳出名 但是有一天 習慣木耳研究所 不知隱瞞了什麼 導致幾乎震上 所有人幾筆失蹤 我也見上了意願 我在加油站上班 因此我逃過一劫 也許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不過我不能進小鎮 不過我勸你你也別去 那的事情 源源比詛咒還可怕 如果你直接要去的話 我也不會阻止 放心吧 我會照顧好我自己的 話說這個加油站 還有油加嗎 我的車伺服沒有油 打不著火 我可以付給你錢 不好意思 我知道加油站 已經荒廢一陣了 永遠吸引光了 我們只能走去小城 不遠就在森林裡 不過現在有迷雾 似乎看不清道路 真好運 迷雾散去了 你們可以出發了 小心那裡 蜀咒很強大 我會多壓小心 好家伙 我們一來著運氣就不錯 直接往死亡這路衝進去 讓我想起的瘟子人 罵一下 前面有個小帳篷 待會遇到危險 我的斧頭就丟給你了 寫了什麼 這個是烏爾諾小鎮 小鎮在那邊 加油站在那邊 哦加油站在這裡啊 這邊我們從加油站來 這個說實話 這個加油站員 奇怪 他是什麼鬼 好久沒見到人了 您的記錄點已更新 還有FakePoint是吧 這個點可以 這邊還有鐵斧 鐵斧 來來來來 我給你十斧 哦行 他媽給我醉他的 麵包你拿上 麵包拿了吧 大哥 大哥不說話 他就是守靈的 沒有沒有問題 這個加油站人員 可能有問題 所有人都失蹤了 他因為在加油站 但你要這麼想想 你覺得這個加油站 這個人有問題 還是我們公司 那個我們同事有問題 你這看一眼 都有問題 小鎮就在樹林內 就快到了 誰在說話 那個加油站 哦嗨 這地圖挺亮的 你可不可以說 隧道嗎 一切對你還是奇怪的 前面就應該是 烏爾諾小鎮了 果然是內心人 有火力 真的類似我了 前面就是烏爾諾小鎮 大門似乎關閉著 給你一把我家鑰匙 我的家就在鎖田第一間 裡面可能有你需要的東西 我就在這等你 我不能進入哪裡 那肯定有問題 他不能進入哪裡 他從台到門口了 他還不能進去 是嗎 進去可能收集現一堵 箱子木桶 槍 才顯實框 但不要都是 啃燃實框 那肯定是 你知道吸血鬼嗎 別人不要提他進去 他是壓根就不能進去 等一下 我找到一個這個東西 等一下 什麼鄧先生 已連續獲得冠軍 獲得烏爾諾小鎮 榮譽雕像 這是一個頸旗 我也看到一個 這怎麼看 太長了 誒 榮譽雕像 可以 劉某 這不就經常你喜歡搭的那種 這不就經常你喜歡搭的那種 哈哈哈哈 你只散用那方塊在這某處 有個方塊掉了 木這個東西說說話 誒 誒 都我挖 誒 鏟子 你挖去吧 灰在哪裡啊 灰色混淆 這裡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這下去嗎 是不是要下去啊 那邊不是個礦洞 不是吧 他不是說 這裡這裡嗎 這裡嗎有嗎 灰色混淆 看來我的工具派上用 有有箱子 有箱 把上面那個挖 把上面那個挖 那邊是書 這個木塊 很多灰塵 我把這書拿了 你把那個木拿 木這個東西說實話 你別挖了 全挖了嗎 木這個東西說實話 很可怕 我對背罰這個木 我洋瓦瓦這種東西 對的馬上放到家裡 魚魚關燈 然後晚上睡覺 他就感覺盯著你看 為什麼要放家裡呢 那不放家 放哪放外頭 滿吃灰塵的新聞報紙 新聞報紙 2014年 3月20日 沃爾諾小鎮 人員集體失蹤 搜索數月後 人無線索 精通報 墨師鄧某家中 經常搜到各種非法研究文件 失蹤原因不明 實驗場地不知為何憑空消失 是牆地中心突起的一塊詭異的木塊 就是你你手上那個吧 那應該是這個 哦對這個木塊剛才說雕像缺的一塊 是不是這個 哦他的腳腳腳腳放這放這 哦我門開了 沃爾諾小致發生了 哦所以就是鄧鄧家嘛 鄧家他獲得那個什麼什麼那種雕像 然後他就是也就是在弄那種木偶師是吧 奇怪 哎我燈亮了我靠 能亮了我靠 能亮了我靠 不是沒人嗎 嗯 卻又知不知道哪裡奇怪 戲份有一股讓人不舒服的感覺 我的家就在左邊有煙囪的房子 呃這裡三花淡淡的木細粉感覺似乎相持 哎剛才我們三花也是木偶 右邊也有煙囪 我們不會是木偶吧 我們不會是木偶吧 啊行 你不要你在幹什麼 哇又中毒哇你在逗我吧 出事車剛才那是錯我的錯覺嗎 大門什麼時候關閉的 我沒有聽見聲音 明明自己先休息就不好 要我出去看 我拿了我拿到這把老陳家的鑰匙 媽大門真掛了 早是家鑰匙嗎 嗯這邊還有一份研究報告 嗯它是木偶研究報告 木059 SCP-059 沒有 實驗數據如下 編號059 所有特徵正常 完美匹程匹配各種需要 狀態成功 暫時發現 未發現任何殘切部分 安全性未知 它為什麼木偶還要寫這種東西呢 它是不是這兩人吃東西 它把人做成木偶了 所有人員都做成木偶 也是有可能的 那木偶師肯定都這樣 他肯定做的都是不一樣的東西嘛 鄧某 不是鄧某已經確定了 他是做木偶的 因為我這邊有個景旗 就是鄧某 鄧某獲得了冠軍榮譽雕像送給他 這是老陳家 你他媽 你進別人家幹什麼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 老陳家這是 對啊老陳家 這是老陳家 這是老陳家的方式啊 你不是老陳家嗎 老陳 你 你 你開呀 開不開 不是 喔 開了 又已經扭開了 老陳似乎是檔案室的工作人員 也許檔案室裡 有我享用的信息 喔 有什麼 ID卡 老是播放機 喔 啊 我能看 你讀嗎 你點了我能點嗎 你讀嗎 你讀嗎 你讀 我 不先看了吧 日記 還有半年就到一年一度的製 製偶大賽 不知道今年老鄧會不會跟 不知道今年老鄧會跟我們大家帶來怎樣的作品呢 我的鑰匙不知道什麼時候不見了 早了我要出正配鑰匙 話說好久沒見老鄧了 從上次去他家做過之後 到現在都沒見到他 去他家敲門影一樣無任何反應 真是奇怪 我已經一個月沒見老鄧了 觀察他助手也被他煩煩敷衍 平平敷衍 平平 文盲是嗎 剛睡醒家裡停電了 不知道 平平敷衍 真的是難道一直泡在研究所 不會是連過三年容易的老鄧這麼努力 不知道為什麼 不久就要舉辦支舞大賽了 為什麼老鄧還沒有出現 烏爾諾珍 烏爾 烏爾批 烏爾諾小珍的範圍這幾天 這幾天氛圍 範就是範圍 烏爾諾小珍的範圍這幾天變得很奇怪 君明強成不見蹤影 後面自己消失的道理範 我估計就是老鄧 拿人做木偶了 這邊還有一個 被詛咒的 矮靈寶底破爛不堪 一本關於詛咒事物的 詛咒物 詛咒物 詛靈 用詛靈氣壇召喚一絲絲靈魂 附在某物上面可達到召喚者 心知所向的控制 我說對了吧 但降臨的靈魂並不完整 導致降臨的靈魂會出現邪惡 癮 貪孽 慾望 三魂一體 詛咒物將強大無比 如果 召喚者心處不正的話 惡靈將更加強大 由於惡靈只有一絲絲靈魂 導致無法出入有效區域 惡靈長時間未吞噬靈魂將散去 請勿使用禁術 然後來祭祀召喚的靈魂 召喚的惡靈 看我們看的一屋子墨 估計就是 不是 ID卡開哪了 打暗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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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吧 這邊還有很多房間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打暗示 這是打暗示 搞什麼都空的草 來吧 看好了 起碼開門 我 打暗示的 打暗示的 我 扭文件 沃爾諾鎮小鎮 迎來一位新的製偶 時 更想第一次參加製偶大賽 就獲得了冠軍 居民都說 他是沃爾諾鎮小鎮的未來引導者 可慢慢地居民發現他是個貪的貪婪的人 而如今他似乎因為沒有靈感 渐渐的他病得暴躁 不安 情绪不稳定 就像一个疯子 居民们都纷纷远离他 渐渐的他开始研究起了赵灵 他的心中逐渐兴起一个可怕的念头 用祭祀赵灵之作目 看来他这个作目做的没有人性 这就是艺术家你知道吧 像我的视频也是这样的 我总有一天会把所有粉丝 有啊有啊 走走走那边 来来来 这边这边这边 当然是 不不不 这是老陈家 那这里这里这里 语歌 意外发育呢怎么办 哦呦 你管这玩意叫磁带 我有预感 今晚我将会成功 荣耀必须是我了 哈哈 看这么多墨偶 这么精致动人 邓先生 你不能这么做 你别想收拾我 我要我的荣誉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抢走他 身为沃尔诺小镇的居民 怎么可能使用金属制作目 那样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你知不知道 与其说那是金属 不如说是宗咒 制作出来的目将会是整个小镇的噩梦 不可能 我制作出来的目全是都是最精美的 邓先生 不要再凑下去了 你只不过是嫉妒我罢了 不对 你想抢走他 你想抢走我的科研成果 不会让你得逞的 邓先生 谁会想到灵活三年荣誉的赤偶 实践是个疯子 这很难想象 答案是资料发生的变化 诅咒物招灵 召唤恶灵如何击退恶灵 需要祭祀用品 在召唤区域摆放三个祭祀器皿 在器皿上上方摆三个篝火 即可开启祭坛 开启祭坛后进入恶灵废墟 废墟内打败恶灵即可 注意 废墟内恶灵也可以伤害你 拥有三魂一体的恶灵可能存在某种邪恶祭坛 专业语 恶梦祭坛 如遇到恶梦祭坛请按住恶灵种类摧毁 我们记者也是够用 这一趟下来至少来个十万美元 对 堪比逃生 堪比逃生 面包是什么 面包不拿吗 很重要 我二十个了 OMG 你怎么弄我吗 你要我撑死是吗 萝卜不拿吗 萝卜不拿吗 是吧 老神家钱木庄 噢 那个地方 噢 这里可能有隐藏那个箱子 你发现没有 是不是有道理 你看这里 看到没有 看到了 仓库的钥匙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就说在这吧 不信 这是仓库啊 仓库摆了好多木 啊 大惊挑怪 勾火 器皿 然后勾火 三个去勾火 三个勾火 三个 走走走走走 对对对 走吧 对对对 三个 我拿到 机皿东西的 勾火 勾火放到那个 器皿上面啊 这里来了来了 哦可以 哎 高科技就是 小心啊 这个要要出那个恶灵了 走远点啊 小小心 来来来 哎呦 练节丢失了 这是木偶师的体内怎么说 有没有去 别来敲门 谁在哪里 往后走 往后走 打开没有动 那再往前走 到了 哇他真木偶兄弟 真木偶 真的吗木偶人 我靠 我学习的竞数计谈 基本学得差不多了 事后事后 开始投入实验了 居民们都不认同我 觉得我是疯子 难道我错了吗 还是说他们只忌妒我 很快我投入的实验中 某的助理仍然在劝我 可我知道他的好心 但是这对我至关重要 太好了 木偶编号059 成功符合全部条件 这个木将创造历史 没有人会看不起我 也就是刚才撞到我们的木 这个059活了是吧 活了 成功了就召唤成功了 完全成功了 他心智可能一开始还行 后面就扭曲了 噩梦祭坛 噩梦祭坛 噩灵吞噬灵魂 如果停止吞噬将消失 噩梦祭坛由噩灵释放 祭坛可让特殊人 反复陷陷入祭坛中 使得恶灵原因不断 禁食特殊的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已经被那个 我们是不是就是小生的人 他说这个 祭坛可让特殊人 反复陷入祭坛中 我们可能 梦境或者是意识不清 可能跟这祭坛有 感觉是吧 往前走 感觉是有点 我有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哎呦 请我们去吗 请我们去那里面 哇 哇 OK 别慌啊 没事没事 别动啊 都看着我了 别动啊 都看着人了 别动各位 都指着人 哇前面 完了 没事他好像不是那个实验品 实验品是完整的一个木 他就是完整的呀 他可能只是个半生品 这什么 木偶研究所 非工作人员 那我们别去了 别去了 别去了 哈哈 我们不是工作人员去的干嘛 哎这个地方 哎呀你看 呦 刚才是 木偶 零二七状态失败 你看他就不行了 那木偶都长得一样 是 你那木偶嘛 失败 那零五九呢 是零五九 对 是零五九 是零三二 零五九逃出 零五九 零五六 零五九 出逃 零五九在这 逃了 你看到没有 危险程度极其高 有个箱子 看到没有 我说什么来着 有本书 顿先生 日期二 哦 大回事 不知道 不行啊别动别动 我操 把门顾刮了 哎你们有东西 日期终于成功了 你先你先读 莫零五五九 完文匹配全部条件 可解测 结果简直极度危险 也许是仪器坏了 也说不定 还在自己欺人 我发现 我变得和君们说的一样 非常暴躁 极端 叮狂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 以前温柔聪明的邓先生呢 现在我到底是谁 我为什么在这 可能是被 恶灵侵蚀附身了 那边有张纸条啊 去看看 掉落了叶子 哎 直上去哦 我到底怎么了 以前的我不可能是这样的 难道 是他的原因 我应该了结这一切吗 万不得已时 我会用圣蝶斧了结这一切 如果这一切结束 就要破坏集团 可我不甘心 毁掉 可 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就放在目 019实验品的下方 我希望我永远不会用到他 我也希望 得到这一切 可谁能救我呢 一切都是我自作自 自作自受 019 木头 找到了圣结佛 日记三 哇哦 那佛都可以展到结五 等会儿啊 日记三 如果有人看到这本日记时 说明我已经被木偶控制了 这并不是我的本意 只不过我的 一心 再一次 再一次一次被恶灵吞噬 我已变成残暴 我仅存的一点善良化为这本日记 请打破祭坛 救回乌尔诺小镇的居民吧 那小镇已经没了 但居民已经死了 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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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附身了 你明白了 恶灵可召唤梦 可召唤噩梦祭坛 祭坛 祭坛左右可让人重复进入特定的时间地点 反复发生 从而导致恶灵源源不断吞噬该人的灵魂 此祭坛也可以维持恶灵生命 如果祭坛破坏一切将重复一切 哇 如果祭坛不破坏将重复一切 导致恶灵要不行 我们是不是再重复这一切 我们是不是压根就没破坏啊 最后结局了 目前那我现在可以 那我现在可以改变命运 我说这把斧头 那把把把把三个打了把三个打了 这个吗 好来 摧毁祭坛 哦呦 哎呦 他们有金屁股 你看看什么了 我会制裁你 完了金屁股没拿吗 我没拿 你白吃你白就完了 我没拿 哎呦来了他来了 默默默 你先看 破坏五次 攻击红十 每破坏一次将灭掉 破坏一次boss减一滴血 破坏一次都有冷却的时间 boss选量在中心上方可查询 选量清零即胜利 灯灭破坏将无效 请在灯亮时破坏 boss增益等于红十灯恢复照明 玩家夜市消失 妈 秒杀 你要破坏红十灯好像 没事没事我再破坏 我再破坏我再破坏我去破坏我去破坏 这是你天降才能破坏 ok ok 破坏了破坏了就破坏 哦呦起飞了 你能在这里跟飞在一起 完了 吹他 别怕吹他 吹他再吹再吹 好漂亮没事 破坏一次 我被灭了 我被灭了 你打到了哦呦 被打我中毒了中毒了 没事没事先吃 没事没事没事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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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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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还好还好 你怎么打呀 怎么一人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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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俩 我去开灯你打 呦 别挖子 来 怎么说怎么会哎 我们就是这么强大 你怎么可能这么强大 哎 打不过吗 哈哈哈哈 哈哈 后面 无所谓有你在 哦已经成功 怎么可能啊 这不过也太菜了吧 哦我们把那个技能封印下了 他封了 好 近日某小镇的迷案终于解开 失踪居民全部出现 警方都很迷惑 警方逮捕的邓毅博士 他是小镇有名的吃偶师 邓毅博士亲口承认 使用非法手段制造木偶 导致诅咒发生 邓先生的恐怖中说出 一名年轻人拯救的居民也拯救了他 邓毅博士承认了所有罪行 必说出所有事情经过 再次感情下来本地图 进行期待下一步 有警察灰心吗 好结局 我已经破坏了 目顶了 对 OK那我们明明视频道也是 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地图再见 如果还想看这种恐怖字的话 不要忘了评论和点赞 特别伤害速度三连 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